5、4、3、2、1 基隆聖誕快樂 高18公尺的聖誕樹點亮了 搭配海洋廣場燈飾 讓基隆港夜色變得很有夜誕氣氛 那我們知道每年過去8月來 每一年在基隆港的港邊 我們都會有一棵巨大的聖誕樹 但我們這棵聖誕樹跟全台灣不一樣 它是用環保的材質來製作 那點亮之後也象徵2022年 告別人過去的一年 也祈禱未來新的一年 大家能夠幸福跟平安 那我們也知道過去8年來 由基督教教會來跟基隆的萬歇 來合作跟師父來合作 來拜年這個活動 是全台灣絕無僅有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 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也祝福基隆未來會更好 貝翔剛剛在這繽紛聖誕點燈之前 走過了整個海灣 看到說基隆港 有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 整個港灣變得非常的遺人 非常的好走 而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漂亮的聖誕樹 也期望說我們基隆的未來 跟他一樣光彩奪目 光彩造人 在這邊 貝翔除了肯定過去8年 基隆市政府 在林佑昌市長跟團隊 領導之下的成績之外 也更期許 未來謝國良市長 能夠把市政做得更好 更上一層樓 雖然天空飄著雨 但不少民眾 全家大小前來參加點燈儀式 紛紛在聖誕樹前拍照流念 也對基隆獻上祝福 我來基隆這麼多年 發覺他是最美的聖誕樹 基隆最美的時刻聖誕樹 尤其在海邊 海港的話最適合 基督興隆在基隆 基隆我們 我們的土地 我就是基隆人 所以我愛敬太土地 我是特別回來 退休回來基隆 所以這是我的家鄉 所以我就是為他擺上我自己 所以親吻我的土地 基隆就是我的家鄉 我想聖誕節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一個充滿愛 充滿希望 充滿盼望的一個時刻 那我相信讓這樣的一個 聖誕節的一個氣氛 能夠讓基隆越來越好 然後也讓我們每一個 基隆人的心 雖然天氣非常的冷 但是我們的心非常的暖和 然後非常的可以 讓每一個基隆的市民 都可以把愛傳出去 春臺唯一的港區聖誕樹 將從12月3號 點亮到明年1月3號 同時12月24號晚上 在海洋廣場 將舉辦 兵分聖誕 光耀基隆聖誕晚會 陪伴大家度過平安的聖誕夜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